無線多年來經常都會開拍《紀律部隊》系列的劇集 據知六月尾就會即將開拍全新的PTU劇集 由著名監製總署街親自負責 他接受訪問時就說為令劇集更有電影感 所以特地找了電影PTU的執行導演羅永昌回來坐鎮拍攝 至於卡士方面 據知這套劇的男主角 將由近期引起急聲的陳山聰 及近年主公電影的吳徐希擔任 兩位男主角接受我們獨家訪問時更乎乎乎乎乎 陳山聰表示暗暗受到公司的通知 可以再跟吳徐希合作 覺得很開心 還說希望對方可以看著他這個弟弟 至於吳徐希就說這次只知自己跟陳山聰合作 其他事就全部都未清楚 當記者跟徐希說 山聰叫他看著他這個弟弟時 吳徐希立刻指山聰是他的前輩 應該是對方看著他才對 至於女主角 無線方面暫時還在挑選當中 而當中被列入考慮的就有 唐施詠、龔佳欣、凱依庭及戴佳文 而近年被公司重視的陳志堯 亦會嚇串其中一個有趣的角色 龔佳欣表示未曾與吳徐希合作過 所以如果監製用到他的話 相信這個組合會很有新鮮感 而凱依庭表示暫時未收到公司的通知 所以詳細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 讓我們一起去出發 為何我們要建議 我會想建議 就是建議